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我, 那就是贏 卡, 收告 大家好, 又來到賽馬PhD科研班 今天我找了Win上來 為甚麼呢? 大家都知道 這個星期沒有菊草夜晚 為甚麼會這樣? 因為連續一年五晚 我們將會看到越洋轉播的賽事 將會是皇家阿士谷賽期 當地五天將會舉行賽事 每天七場馬 我們在香港都會看得到 所以本地賽暫時是頭一個禮拜 祝我Win上來 當然是講講這個開馬 我這個節目不是講貼士 後來也有一點點 不過說回連續五天 很多故事 很多路程 很多大賽 想這次找你上來 簡單一點 告訴大家 這個賽期 這五天內 有甚麼重要的事 首先 先由馬場入手 你也知道我們是場地派 五天都是跑同一個馬場 沒錯, 阿士谷馬場 其實他們的馬場方面 整體面積都很大 雖然我沒有親身去過 但當然看到一些照片 看到一些片 都看到 因為他們的直路 都很長 我們可以看一看圖片 讓大家初步了解 阿士谷馬場 到底整個馬場是甚麼形狀 甚麼構造 其實這張圖 都是我剛剛上網 它最近有一個新的 可能現在科技發達 近幾年都有一個很實時的場地狀況 其實看到跑道有綠色和藍色 綠色的部分 代表牠的場地狀況是好地 至於藍色的地方是好至快地 所以暫時來說 第一天的皇家時谷賽期 將會是天氣良好 頭三天暫定都沒有下雨 先留下圖 因為很多事情問我 圓圈那裏就是終點 沒錯 但是其他那些 有些棋仔就是起步點 那些就是起步點 但為甚麼在一里有兩個起步點 分開了兩個一里的跑道 首先第一就是一個直路的1600米 所以直路的1600米對於馬匹的考驗 和轉彎不同 轉彎我們看到最小小的 頂頭有部分綠色帶下來 轉一個急彎再轉彎 就是它那條old mile 即是舊的跑道 所以其實兩樣來說 對於馬匹的性能 或者氣量他們的要求都不同 都幾難度 有不轉彎 當年步步有是直路的 那場是跑直路的 呂王安尼錦標是跑直路 但它的直路 當年又不同 我記得 因為它又要上車 又要下車 沒錯 我們可以看第二張圖 給大家看看 阿士谷馬場的直路 其實說到很多起起伏伏 又上升又下跌 上斜下斜 所以一般來說 如果計算直路 因為它1600米 1000米 短途1200米 都是跑直路的 所以有時候 就會對於馬匹的氣量 會要求大些 所以不是說一定 你一匹1600馬可以應付得到 可能甚至乎你需要1800米的氣量 你才應付得到這條直路 首先直路賽 你相不相信 這個要求的氣量又高些 相信 因為始終沒有得轉彎 沒有彎位回氣 然後還要上波下斜 變成氣量要求 要加多些下去 所以譬如是一些1000 以為最短途的直路賽事 但它又上斜下斜 所以一般來說 那些1200馬可以在1000直路賽裏面有些表現 那一去鴛鴛地情況是怎樣 一般來說 都是要靠近外欄 即近觀中欄 即正常來說 它那個檔位那方面 跟香港都是一樣 即是檔位號碼越大 就是越貼近外欄 一般都是跑到很多馬參戰的場合 大家都會有印象 可能會分開兩邊 甚至乎三邊 左、中、右 這樣三邊來跑 一般來說 都是要貼近外欄的馬會好些 通常有一堆在那邊 是差一點的 是 但有時候會中間好 我記得 因為有時候 可能他們都是跑讓賽 所以馬又是實力那方面 很平均 英國因為始終都是 賽馬的起源地 所以當地有很多不同的馬場 當一些來自不同的馬場的馬匹 一起集中在雅士谷馬場來鬥過 又很難去秤他們的實力 例如你這些馬 原來你之前在其他馬場 跑一些交沙地也好 草地也好 是放頭的 但你來到雅士谷 又不一定是放頭 其他馬又可能很大機會 會改變跑法 所以要去量 雅士谷的馬或英國馬 特別是讓賽 都有一定的難度 馬場叫雅士谷 但是這五天就叫王家馬士谷的賽期 由來是怎樣的 由來當然都是關於他們的皇室方面 英國的皇室 歷史由久以來幾百年前 都已經很喜歡投入賽馬運動 當然我們現在都見到 英女王她踏入了今年 都是她登基70周年 所以那個禧年 即Jubilee 已經是由去年的傳期 踏入了今年 就會改了叫做白金禧 我們都見到可能是 王家阿士谷 最後一天 那場的一級賽 去年我們還是叫傳期錦標 但是今年 已經是改為叫做白金禧錦標 沒錯 英女王的彩衣 大家都應該熟悉 都可以看看圖片 英女王的彩衣 紫色衣 我以為你說英女王的戰衣 因為每年她們會猜她 不穿甚麼色衣 但現在是彩衣 這是彩衣 沒錯 其實這張照片 就是今個月 月頭的時候拍的 就是葉森打比賽馬日那天 因為紀念今年的白金禧 登基70周年 所以找來歷來有不同的騎士 到底你有沒有代表英女王名下的賽區出過賽呢 有些扎騎士幾十位 都在一起拍張大合照 這張照片 現在在網絡都封傳 說覺得很有意義 因為都看到有些可能退役 上了年紀 看香港代表 飛不到過去 是嗎 是呀 高冬你也有份 是呀 連賽要靈 我有時聽高冬你講 其實他的馬 是很多審查的 就是查了你查幾代 所以是一種光榮 講開英女王的馬 你知不知 其實以前香港都有一批是PP 來香港之前就是穿這件衣服 但其實在香港沒有跑過 是呀 可能你沒有什麼印象 那隻馬叫做漢金蝶 就是鞋王李生去買入的 買了來香港都是以一個天價 沒有機會出來 沒有跑過的 是加盟去高八身馬房 可惜就以一個天價買到來香港 正馬健康問題就沒有跑過 就已經退役 近年我想都是只有這一匹的PP 看今早都是英女王的賽衣 老實講 這個賽期很多陰謀論 很多人很喜歡捉 像頭婆的馬 今次今年什麼陣容 今年他都多馬出 總共有10匹馬都報了名 其實我們第一天在王籍錦標 都已經見到他有隻金絲林 另外第二天 女王平賽都有鐵證完美 這兩天就排了位 都肯定會跑的 餘下下來的日子 他都還有8匹馬報了名 看看有沒有機會 到時用回正選身份上陣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在這個今年比較特別的一年 為英女王帶來一些頭馬 不過就講開 頭兩天那兩隻可以不可以 頭兩天那隻我覺得好像有點問水 可能金絲林是有少少位置的機會 王籍錦標那隻 但就不知道他今年會不會入場 因為剛才我們看整班騎士 那天他沒有入場 就說身體健康方面 有些可能身體不適 但如果計算往年 王家士菊賽琦如果說 英女王會入場 其實剛才王總也有講過 有一個很特別的玩法 就是猜猜猜猜猜猜到底他的帽子 戴什麼顏色 我們都可以看看圖片 戴帽子真的不是戴帽子 沒錯 猜猜猜英女王到底他的帽子 什麼顏色 紅色是5倍 橙色是3倍 黃色金色是3倍 這樣的情況 可能給大家玩一下 紫色那麼熱 4倍6 就是2.5倍 有個說法 就是英女王看看他那天穿什麼顏色 或者他那頂 通常都是襯一套 頂帽子和衣服 就是會是支持他那天 就是有些什麼出賽馬 他自己最看好那隻馬 是什麼彩衣什麼顏色 他就會穿相應顏色的衣服 嘩 真是倒的 不過只是大馬20磅 沒錯 這個有限紅的 很有趣 看看今年會不會都見到他入場 如果他和其他皇室成員入場的話 都是用傳統的儀式 坐馬車進去 很特別的鏡頭 還有什麼 我們第二節會逐天說賽事 第一節還有什麼想表達 第一節暫時是這麼多 因為始終今年都會比較特別 傳希錦標改了白金希錦標 不如我們下一節再去研究一下 每一天有什麼特別 我們回來 就逐天說有什麼焦點賽事 再介紹給大家聽 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可以放得到 微生 不要開車 你是哪位 你是真的要去哪裡 飛的 搞得對時間 快速上車 好 回到第二節 開始 逐天逐天說今期 這個皇家亞視曲賽期 五日賽事有什麼精彩的 今晚 今晚叫做 王席錦標的賽馬日 是否王席錦標是主角 是肉 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這五日加起來 總共八場的一級賽 說回今晚 即是第一天 星期二的時候 將會有三場的一級賽 包括其實是頭場 就是女王安尼錦標 就是之前步步有跑過那場 另外就是主題賽事 王席錦標 以及聖尖武士王公錦標 都可以說一說 例如因為 這個女王安尼錦標 以及聖尖武士王公錦標 今晚上演的賽事 他們的路程其實都是大約一里 即是1,600甚至乎1,590多米的情況 但是女王安尼錦標 將會是跑直路的 至於聖尖武士王公錦標 就是跑一個轉急彎的1,600米 剛才第一節也有說了 其實有兩個起步點 1,600米 所以第四場那場應該是轉彎路程 沒錯 聖尖武士王公錦標比三歲馬跑 其實這場的1,600 特別之處就是在於歐洲 英國那些經典的賽事 例如是1,000堅尼、2,000堅尼 同樣的路程都是跑1,600米的 不過那些就是跑直路 所以這一個機會 王家市谷賽期這場的一級賽 就是讓三歲馬考驗一下 轉急彎的能力 所以是不容易應付 因為他們可能跑習慣直路的1,600 過度來跑轉彎 又是否適應 或者是是否適合轉彎 都很考騎士的發揮 另外這個王直錦標 就是直路1,000米賽事 這場有甚麼特別呢 今年來講 其實都見到開始有些外隊馬 過來跑 就是澳洲的代表 現在澳洲短途馬方面 級數或評分最高那一匹 綠化大 都會過來王家市谷這邊那裡跑 其實王直錦標這場的短途賽 都以往是不少遠征的馬匹 在那邊都有成績 當然一定要數我們香港的代表 小橋流水 另外美國很多短途馬都會瞄著這場王直錦標 另外當然數到世界方面的短途馬強國 澳洲當然一定有份 之前如子精華這匹不敗的馬後 都是贏過王直錦標的 所以今年我們將會見到澳洲的代表 就是綠化大 對 惡鬥這一匹 美國的代表就是友情比金 所以兩隻馬都是前面放的 當然 鬥得難分難解 小橋流水真的是贏這一場 是不是有張相片看 可以看一下潘頓 記得他以前也是捧了一個杯 今天我看他的Facebook 他就說 原來已經是十年前的事 小橋流水捧杯 都是近這十年唯一一匹 香港訓練的馬匹 在王家市谷賽奇那裡可以有贏馬 十年前他的樣子比較善良 這樣雜誠呢 不是 一向都這樣善良 其實當年是小橋流水 贏了一場一級 而且他是冷門 我記得九十多元 是 冷門 記得小橋流水在香港的表現 都是贏1200 所以正正符合我們第一節所說 那個王直錦標是跑1000米的直路 但又是起起伏伏 所以要求的馬匹器量 可能有1200米的證明會好些 小橋流水也是一個例子 很多時候說短途賽的水準 很多人就覺得澳洲馬 跑短途厲害一點 然後說北半球馬 歐洲那些就差一點 你相不相信這件事 我相信 但如果是說短途來計 近年就見到美國方面的馬 因為他們可能是 兩三歲的時候 開始出道就是跑900米 甚至乎更加短那些700米 他們都已經煉成了一個很好的雜傷反應 即是那些速度 即是靠速度取勝 所以今年來計 兩百五米都有 對 那些跑幾秒 很快 過終點 很刺激 總之他們就會鬥一些速度 所以近年都很多美國馬 去皇家市谷賽提供表演 今年的美國代表都有九匹 都是集中在美國 連馬斯華特那身上 他都是派五隻馬去跑 就是包括今屆 王籍錦標的友情比金 之前都跑過 美國那邊短途那些血統 我覺得更厲害很多 你問心 不過他們就有一個問題 始終就是 他們美國的藥檢鬆很多 沒錯 變成他們很多時候 就影響到他們出外院症 那樣東西 今年他們那一堆 你說有九隻那麼多 是 有沒有那些問題 因為當地 有沒有Lasics 那些問題 因為這個話題都引起了討論很多年 所以近幾年開始 他們那些大賽 飛馬世界盃 肉馬者盃 都已經是 全部馬都禁用利料劑 都不給用 因為始終太多爭議 現在你說是世界盃 杜拜也是 他們飛馬世界盃 即是他們當地高獎金的一場賽事 都已經禁止了使用這些藥物 我經常覺得 杜拜那邊就美國多些 所以他們在杜拜容易威風一點 響以英國就難搞些 今年怎樣 今年都有機會 例如剛才說的王籍錦標 我覺得就會是美國的友情比金 和澳洲的綠化大 因為他們兩隻馬的跑法都很類似 放在前面放的 大家一起可能在前面 把步速燒到很快很快 看看有沒有一個能力 他們可以一起放回來 因為級數他們是絕對有的 但是同時之間 看看會不會有些可能 跑法方面稍微被動一點 手在中間厚一點的馬 就是英女王那隻金絲林 他是守著中間的 如果步速夠快的話 都可以有些機會 英女王這隻金絲林 在今年他的表現都不錯 跑過兩次都贏了一場 還有又跑第二 今年是可以保持到表現 如果這樣說 五日賽期 是不是王籍錦標 就是最重要的一場短途賽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其實相對 即是說回王籍錦標 都可以連接 最後一天 就是有一場白金熙錦標 白金熙錦標 就是跑1200米的 過往其實都有很多馬 第一天跑完之後 王籍錦標跑完的馬 都會報名跑最後一天的白金熙錦標 其實近年 即是2019年 都有隻高多分的衛南海角 先贏了當時叫轉熙錦標 第一天的 隔了四天之後 去到第五天那天 先贏王籍錦標 然後再贏轉熙錦標 其實隔四天再上陣 對於馬來講 似乎都沒有甚麼影響 特別可能短途那些馬 他們都有個目標 即是可能更加贏了王籍錦標 都可以希望在最後一天 那一場今年叫白金熙錦標 再贏那一場 叫做這個孖寶 都很重要 短途孖寶 這些馬會不會有哪一場 有些特別香港人會看著 或者會帶來香港 看看有沒有甚麼PP 有機會可以來 第一天有沒有這些類型賽事 因為始終可能幾場的一級賽 過往都比較少 可能見到一些馬會運來香港 可能在稍後日子 有一場大不列頂錦標 這場可能近幾年 越來越多大不列頂錦標的參戰馬 是來過香港的 今年都有 那些同舟共濟 那些馬全部都是出自那場賽事 第四天 第四天 其實就是大不列頂錦標的特別之處 因為它始終都是一場洋賽 所以即使你贏了也好 它來到香港的評分 不會評到很高 明白 所以可能是那些三班 即是70分頭 所以這一場賽事 都很受香港馬主歡迎 那是第三天 第三天 是大不列頂錦標 因為通常都是盯著這場 很多人 很多都會來香港 是呀 釀賽和它們有差不多水準 所以高水準的賽事 平分 平到來香港服役的時候 就不會太高 第一天 起碼其實很多場一級賽 那些都太貴了 好了 去第二天 我問得太多了 第一天的事情 第二天鬥 有些甚麼氣力 一場的一級賽 就是威爾斯親王錦標 都可以說一下 今年雖然參戰馬不順懷很多 只有五匹 但我們見到日本的代表 就是大帝 日本 可能大家馬民一聽到 日本隊 近年都應該是征服全世界 但其實 皇家時谷賽旗 日本馬是從來都未贏過 可能會不會都猜不到這件事 香港聰明一點 香港都有兩隻 之前的好望角 可能都差不多可以贏 因為其實數上一年 我們看美國的肉馬者杯 都在說這個賽旗 日本馬未贏過 但他們去年已經是一口氣 已經起了個孖 所以今年我想都很大機會 很大機會 今年或者將來都會很快 今年的日本代表 他在威爾斯新皇錦標 派了一隻大帝 其實他是歷來第四匹的日本代表 去參加這場一級賽 這麼巧呢 之前那三隻 例如迪亞卓 榮進之光 和史伯寶 這三匹日本代表 跑這場 全部都是跑第六 今年不會跑第六 因為只有五匹馬 所以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以幫日本隊 在皇家試谷拿回一場頭馬 有機會 這一場是他的主角 不過馬一點 沒錯 馬一點 他是跟前的 可能手在放頭馬後面 形勢都是很好 其實1993 當是2000米 其實是2000米路程 不過香港對這些很嚴謹 他們不是用這個制度 所以不同港格 他們是用Mile、Furlong 所以雞都盡 就是九色的 沒錯 所以這個其實是當2000米 應該是 這一場就是這一天的棄浴 馬一點 但是另外那些賽事有些甚麼特別呢 其他第二天 我想他的焦點 都是集中在這一場 就是變成棄浴是第一場的 對 因為他很多去到第二天 都是兩歲馬的賽事 所以 所以 通常以前 香港是不播第二天的 對 因為撞正星期三 考回香港馬 所以看香港馬 好過 但今年就不同 其實早兩季開始播給大家看 好像是近三年開始就播了 之前是135的 我記得 我們去第三天 第三天 說到一定是最重要的一場就是雅士谷金杯 就是四千位屠程的長途一級賽 雅士谷金杯有些甚麼特別呢 因為其實都可能每一場的大賽 賽事完了之後會攀獎 到底那個獎杯 其實數到就是在雅士谷賽期內 只有三隻獎杯可以送給馬主去永久保留 其中一隻就是雅士谷金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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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你的名字上去 對 雅士谷金杯的意義就是最重要是這個 因為可以馬主永久保留 另外還有就是王家狩獵杯 明天跑的 還有就是有場女王平賽 這三項賽事的獎杯就是龜馬主永久擁有 就是這些才能拿走的 對 雅士谷金杯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它的歷史方面 以及屠程、長途 英女王以前都贏過這場 2013年 他的Estimate 就是贏了這場的雅士谷金杯 那隻馬是很特別的 因為2013年那位英女王 之前是80歲生日 其實這隻馬就是阿家漢 他們的皇室送給英女王做禮物 然後就憑這隻馬 贏了這場這麼重要的一級賽 這一天 剛才阿Win也提過 戴不列顛錦錶 香港人特別重視 很多時候 頭幾名都找來香港 甚至乎你跑過那場都很大機會 大家來到香港都會提一提 可能是跑下屆那些打比 因為他們有氣量 不過記住 這一場其實是讓賽 不是什麼大賽 好了 去到第四天又如何 第四天都有兩場一級賽 過往香港都不會轉播這一天 就是近兩年開始播 就是英聯邦杯和加冕杯 所以這兩場可能參戰馬方面 都不會跑很多隻 因為這一場其實是跑 這一天主要是新馬 三歲馬 即是新星 可以讓他們集中在大日子的大賽期 去比拼一下 所以一般來說 大家都可能不太重視 不過今年我們都有機會 因為看到那些報名馬方面 有一隻法國的代表 特別之處就是他那個馬主之一 就是打NBA的之前 是叫東尼帕加 OK 他現在就沒有再打籃球 但就很熱衝一個賽馬方面 其實他們有很多運動員 還有基沙文 以前費格遜 踢球那些都是很熱衝 即是跑馬 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第四天 留意一下到底會不會跑 因為現在就未排位 可以不及時留意 有些大賽是可以給三歲馬跑的 有些就不是 一天就專攻三歲馬 有沒有馬跑完第一天這樣走來 應該未夠分 通常都沒有 因為這三歲都未去到那個分 跑到一級賽的位 還有相隔的日子可能太短了 即是你第一天然後跑第五天 中間回氣期會好些 第五天你剛才都…一、五、兩天 都試過有馬可以連下兩成 沒錯, 短途 但這個應該比較敏 這一天就是看新星為主 好, 我們時間差不多 我們先休息一會 回來再說最後一天的戲馬 好 是值得你信任 中國借錢更要還, 買給錢中介 回來第三節 我們說第五天的戲馬 就是星期六唱演的 就是這個白金熙錦標賽馬日 沒錯 白金熙錦標新改名 當然最重要的是這場賽事 陶城就是跑千二的直路 所以到時其實都會很多王籍錦標的 不一定說頭馬那些參戰馬 都是會報這一場的 包括其實英女王那隻金思琳 他同樣都有報道名的 可能不論他表現怎樣都好 他可能去到最後那天 那些馬都會繼續跑的 因為始終都粗起來了 反正是的 不如都再搏多一場 多不多外隊馬呢 這場通常 這場就不多 通常不多 因為主要都是 路程有點尷尬 是的 因為千二直路賽 是的 所以未必一定是說靠速度 可以是有速度之餘 同時你又要求有少許的氣量 所以可能是一些 一里的馬 縮停下來跑這一場的千二直路 都可以應付得到 嗯 其實這一天就是 只有一場的級賽 有其他那些 有甚麼特別賽事要留意一下 例如第五天的頭場 卓詩咸錦標 其實都是跑一些年輕的馬 兩歲 兩歲馬 都可以留意 因為我最近都和家人 在英國買了一隻馬 玩一下 他都是兩歲的 有機會會報 不過暫時他還未報名 但現在他還未截止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 你那隻也會報 是的 那隻馬叫DMIFRIEND 看看他會不會跑 我希望他跑 因為希望都可以在轉球賽的時候 你那隻有機會報這場 有少許機會 很輕微的機會 真的 我可以扮成馬主比 是的 他的評分是足夠的 因為我看過現在 可能兩歲馬的評分 都是賽事不多 以及在不同其他馬場那裏跑過 整體來說 那些馬的評分不算很高 所以都是等 但有很輕微的機會 但我希望他會跑 是嗎 參與一下也好 是的 非常之上 這件事很開心 是的 好 講完之後 我想問一下一些問題 我剛才看到你截圖 是今天截圖的 沒錯 沒錯 他掛很快的 其實直到那些 乾快的場地 正常 好地 正常好地 如果他再掛好地 才是等於香港的好至快地 其實這樣很快 對那邊來說 會不會對澳洲馬有優勢呢 會呀 會呀 而且因為很多的澳洲馬 他們在澳洲那邊 其實他們的場地適應性 都算是廣泛的 有時經常都可能下雨又得 還有遠征得過來這一匹 譬如綠化戴這樣算 他的場地適應性很廣泛 但就看回對著英國 或者歐洲其他本土的對手 可能就會稱先些 但如果是對美國馬 優勢是沒有那麼大 美國馬跑乾快地都好 那日本馬都很好 對日本馬又會有好處 其實對主隊的馬就差一些 是嗎 所以可以留意著 會不會有些馬會退出 因為他們很流行 如果是那個場地 是不合場地可以退出 而五個場地乾快 他都可以退出 不需要什麼手衣檢驗 因為場地的問題 就退出就可以了 但暫時來說 我們都第一天沒有馬退出 到現在我們這一刻都沒有馬退出 但之後會不會有 那他預計天氣是怎樣 會保持好天的 保持好天 沒錯 還有現在他都加了 我們剛才展示第一張圖的網 其實是實時的 除了他拿東西 刷地之外 他還有插風向 還有雨量 還有灑水 各方面的資料 我覺得太多了 太多資料 都不知道怎樣刷 太多了 這些資料很豐富 通常刷這些 有什麼入手呢 都是賽職的 是嗎 是賽職 如果是兩歲賽 當然都是看血統 有沒有什麼 可能出自名牌菜衣的馬 他們的血統都是比較顯黑 父母兩邊都是名種馬 都會去留意一下他們 你比較這些賽職 他們很多時候出自不同馬場 沒錯 你說自己的看法 這個問題是 你怎樣稱 或者你自己喜歡哪個地區 或者哪個馬場那些級數 多些呢 歐洲方面 或者這樣說 就要看他們的經驗方面 到底有沒有跑過直路 還是轉彎 你會談直路和轉彎的問題 是 左轉右轉的問題 沒錯 譬如說以前有些德國馬 他在那邊是贏得過堅尼的 他跑1600米 其實是轉兩個彎 但是你來到英國 原來是直路的1600米 所以已經是很大的分別 所以就看看馬去的出賽經驗方面 有沒有是直路呢 一般來說 如果是說他們再跑直路 都會稱先些 因為始終可能氣量 或者是法力 出腳那方面 都會有些不同 所以最重要是 跑直路那些 再跑直路就會稱先些 這也很重要 所以要留意 你1600米都有分轉彎和不轉彎 量度法也有少少不同 第二天那兩場1600米又怎樣 那兩場 那是轉彎還是不轉彎 威爾斯七王錦標就是轉彎 但是可能就 剛才說過出馬不多 所以對於他們那些走位 會很大機會是一致長蛇站 所以就影響那方面 可能不算是會太大 轉彎那裡的彎是急的 很急的 那外跌有沒有影響呢 其實是 因為到時如果是說 計算一下 今年來計算 暫時可能去場地 都是整條跑道 不論內欄也好 外面也好 都是好的 乾快地 所以就未必會見到 那些馬可能會飛出去 但是有時候如果是說 往年 譬如下雨 下到場地爛了 的話 那些馬可能都會轉彎後 都是飛出觀眾欄 有沒有哪個騎士特別聰明的 士奔沙 士奔沙很聰明 特別是如果他騎 這個賽期 你以這個賽期計算 還有他整體來說 他騎後上馬來計算 因為他的絕招就是 令到隻馬可能守在一個最好的位置 然後掌握得到最佳的法力點 一騎就把自己的標上來 士奔沙都是很厲害 很多時候賭海外馬 我發覺很多馬迷都是賭騎士 那些馬那些 大家都是短鼓 所以很多時候他們都是賭騎士 說真的 還有一點 譬如可能是說到 這個賽期全部跑平地 當然是路程那方面 有些是會跑長途一點的 都可以留意一下 那些馬會不會是在跳欄那裡過來 即是有些馬可能跑完跳欄 你怎麼看這樣 都是要看 一般來說他氣量 就會已經是有過證明 但是跳欄那些級數 是不是又低一點 跳欄你要看看 是不是跑那些大賽 譬如我們今天 我跑的時候 都會看他們 會不會有跑過 早排的卓定咸賽馬節 又或者是 Grand National那個賽馬節 即以前有過 那些是級數高一點的 那些就好一點 是的 其實就是卓定咸和Grand National 他們都是不只跑一天的 跟王家士、菊翠奇一樣 都是跑幾天 不過就沒有他那麼多 他跑五天 他是最多的 好了 現在我們拍這個節目的時候 只有兩天排位肯守 不是我 其實就是 幫我講完五天的馬 要給提示 給二重賽提示 好 我們只有兩天排位肯守 你打算給哪一天 馬上來 就第一天 先來 S1的第二場 選到這一場 就是選兩歲馬 因為我個人喜好 看這些大賽期 都會是 比較喜歡在兩歲賽事入手 因為其實雖然都是亂的 不如我跑兩歲馬 可以在血統角度那方面 可以再研究多些 我在這場 就是高雲地利錦標 就是選到二重賽 大家的買法 可以按指定位置馬膽 就是我平時自己買的AB膽 我的A膽 是要一號的群王時代 他都是父母兩線 都是血統幾好 黃瀑的兒子 然後他的母系 都是贏過吸制賽的 他的跑法那裡 他上次都很輕鬆地 贏了四個馬位 希望他今次可以再下城 然後B膽 我選擇一隻13號的徹夜行 看回他的路程經驗 就是在鼓活馬場那裡 就是跑過1200可以大勝 所以今次我相信 阿士谷的1200對於他來說 都會更加適合發揮 因為他的血統可以再跑長些 所以就拿他們來做膽 希望他們看看哪隻會跑第一 即是一號的群王時代 以及13號的徹夜行 排第二就放另外兩隻 沒錯 簡直美國馬就是8號 秋氣爽 都可以說少少 他的跑法 跟其他的美國馬有少少不同 因為他美國馬一般 大家可能跑短途的印象 都是靠速度擺前 但他反而 他跑900米都是後上的 所以好像都挺厲害的 所以今天就來到跑1200米 如果他早段可能會彈性一點 跟前的話 我想他爆的末段上來 都不要小看他 這隻冷門 就放在二重彩腳 這隻8號 最後就選擇一隻14的精言學問 騎煉配搭大家是可靠的 騎斯的卡比和煉馬斯的角城 他們很多合作 勝出率很高 這隻馬本身都算是一些實而不華 富系有利可圖的指示 已經是上次初出大勝 這次也是冷門的機會 所以兩隻腳是冷的 膽子就選擇一些正路的馬 就搏一下冷腳走進來 其實Win又年輕 又喜歡研究馬 我覺得 我找了Win進來做這個台後 你帶了很多很年輕的觀眾給我 有時在街上打招呼那些 講一講 以前是看你 看你 接著看一看 跟了一個來看贏跑台 真的 但是我知道 你和那些年輕人很友善 是的 你接觸這麼多 其實他們是否真的 香港馬都很煩 但是他們有沒有跟你一起 去研究這些海外賽 他們熟不熟 通常可能現在 因為容易上網 看多了很多的資訊 所以其實我的朋友 或者一些觀眾 我們都會一起聊多了 我自己就覺得 好像教了他們怎樣看 因為很多人都會問我 譬如說拿哪個網站 去自己研究 他們喜歡 我給了一個網 真心研究 是的 而不是純粹聽我說 他們都想去自己刨馬 自己研究 所以我給了一個網 他們又看了全天 大家一起聊 非常之開心 因為我以往接觸那些 最多都是認識日本馬 因為打機 對 打機 但當然打機 也是一個很好的 首先令對接觸 但其實我反而沒有打機 你不打機 你不喜歡打機 所以你不太喜歡研究日本馬 沒錯 不知為何你又會感覺到 但是你那些粉絲 如果喜歡研究這些也好 特別現在香港播了很多 暑假的時候都叫馬不停蹄 其實今年暑假 應該開季要等到九月中 但是暑假有很多大賽 沒錯 總共有十二次 比較特別的 我看到今年會轉播德國那邊的柏林大賽 應該是歷來第一次轉播德國的賽事 是嗎 這個你有沒有研究呢 你土耳其也研究了 是的 我知道 德國也有看 但是比較少一點 到時再研究多些 再跟大家去談一下 德國的賽事 怎麼也有來頭過土耳其 至少有德國馬來過 來過香港 法技之星也是德國馬 以前騎士也有來過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Vin姐上來 好 謝謝 好 希望你看完之後 對整個阿士谷的賽期 有深入的研究 看起來也好玩 今晚多贏 拜拜 拜拜